- 搅拌一下 - 調一下然後 哎 累死我了 谢谢你的月点 电影光吧 我大概直播半小时吧 谢谢一点 喝什么的呢 真的还能准备 谢谢巧克力 这种形状这玩意儿 你说这还能什么呢 难道还是鸡腿吗 嗯 谢谢奶茶 谢谢巧克力 谢谢姐 这不是熊 我现在不喝豆浆 我不是不能喝豆浆吗 我头发都长长了 这不是熊 这是尼克好吗 别人是尼克 谢谢玫瑰花 嗓子都哑了 你穿的不保暖 你要冻死这种天 谢谢你的夜点 刚排完 一天都在排练 脑细胞要用掉了 谢谢荧光棒 要剪头发吗 你问了个好问题 谢谢汤哥 暂时我这两天应该也剪不了的 这两天没时间剪 谢谢玫瑰花 那的确头发长长 长长了 没上火 哦我这里有点痛 捏上去有点痛 这是哪儿 这淋巴吗 我以为我落枕了 我今天就是 就是跳舞的时候 我自己就是 脖子动了一下 这里好痛啊 然后我摸了一下 也很痛 口红吗 口红 也不是口红 唇釉那是 什么发热了 我这一块痛而已 扁桃体也不是这吧 扁桃体不是这吗 这边上这一块 上火了 也有可能上火了 因为最近有点干 气温不太行 突然好痛 今天 应该是太累了 喝白开始 好矿成水 流海是长长 流海一直都没有剪 没时间去剪 自己也不想剪 对是蛮干燥的 我这两天都在流鼻血 其实 很无语 加湿气 其实怎么说呢 我水也喝很多 但突然就这两天都在流鼻血 太干了 特别不知道是 今天化妆了 对今天拍了个东西 所以顺便 直了个过 我怀疑我膝盖今天拍完了之后 怀疑我的膝盖又有点不太行 不是不太行 就是应该蛮恶的 我也没仔细看 等会洗澡的时候看一下 谢谢夜蝶 明天就好了 喝点水就好了 反正 为什么要买一个鼻喷 我鼻子没啥问题 平时穿呼吸有点大 反正我现在练舞都穿 呼吸就差不多了 流鼻血 不养头 这不是之前我也看到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不能养着 流鼻血你就让它流呗 谢谢夜蝶 而且我那流鼻血呢 也没有那种狂流的那种 只是那么一丢丢 对 也倒也还好 就是干天蹄干燥 不是那种流鼻血 就是被撞的或者是什么的 谢谢荧光帆这也疼了 刚拍16人的歌 谢谢荧光帆 谢谢黄罐 刚拍16人的歌 我们不是本来就16人吗 都满了吗 然后大家说这次要跳一个 就是 也不是说要跳一个 反正就是跳一首歌嘛 要跳一首歌 然后我也很想跳那首歌 就加对 加人进去 然后加人进去 本来它是只有16个位置 加人进去 我在思考 我加人进去的话 说就不太那个 小心别剧透了 然后我在思考 我不跟小猪说 那我说 那我不跳了 对吧 谢谢 谢谢糖果 然后过了一会我想想 算了我还是跳吧 忍住 对 然后小猪说 可以塞人 对塞了 然后不止我 就是其他人也 就是跳 基本上我们 我们全队应该都跳 对 谢谢夜蝶 应该我们全队都跳了 我也不知道 本来人都跳呗 什么我把你家狗吵醒了 那真不好意思 你家狗真的是 是我声音太大了 把他吵醒了 我这声音还能把狗吵醒 你家狗也是 很那个嘛 哎我刚刚说什么 现你的全场 姐姐 荧光吧 姐姐荧光吧 对很娇气 你家狗 睡眠挺浅的 对 可能他只是瞇了一会儿 他没睡觉 现在太早 睡不着 听说十六人服装到了 什么十六人 我们队的吗 他们谁说的 谢谢荧光宝 别的队 那和我们有什么用 唇玉风是什么 刘千千说的吗 千千说的吗 唇玉风 那的确好像是 是的吧 我也不知道 谢谢凶真 我得闭嘴 对 我不知道 但是吧 我这个站位 我现在在说站位的问题 对 其他我不清楚 反正你们到这看就知道 就是花了我们 每个人花了巨资买的 真的 要加个引号 然后 对 大家买 买不起 买不起 然后之后 对我的站位 就很搞笑 我以为就是 我以为就是我后面加进去嘛 我应该是边上的那种 就十六号位嘛 十六号位 结果 我去 全是站的 不是零 就是零点五 不然还有个一 对 最后一排 我的 我的长 长期就是我以前的 专属位 这就是我的 我曾经的专属位 一直是最后一排的零 或者是 对 还有跟那个跟谁分零点五 对 一直是这样子 正中间 对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今天排的时候 还有我跟 我跟小爱 对 每个人都要 每个人就是 都要说一下我的站位 站位咋分呢 就是 零和一当中的零点五 就是 你站那中 因为零肯定是断悬嘛 他站嘛 对吧 就是 他怎么都是得站零 然后呢就是 为了就是不被他挡住嘛 那肯定要 站边上那么一丢丢 站零点五 对吧 所以呢就是 对 但是吧 说实话我也不会被他挡住 我今天看了一下 看我的头 这样子 在后面 对 然后之后 就卡在那个专属位置 谢谢你的 圣诞 术 然后我那句 我也 不是也没有分词嘛 然后我就 小猪也给我加塞了一个 到时候就混一下 跟着别人一起唱一下 谢谢影光棒 走了两边站位 谢谢影光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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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什么奶茶 桂花酒量马蜀 还含微量酒精 可以巧克力 因为 我最近就是 不是胃口不是很好吗 我不怎么吃饭 然后 感觉不吃也不 不太行 然后就吃这个 会吃那个鸡蛋仔 有一个新品的吧 桂花马蜀 是吧 酒酿 鸡蛋仔 一些影光棒 不是提神 没啥要胃口 怎么说呢 就是不是很想吃呗 的确最近胃口也不好 然后休息 也不是说休息吧 睡的不好只能这么说 谢谢 圣诞树 那我总不能啥都不吃啊 对 零食吃吃 反正 我觉得应该是 怎么说呢 我看到反正中心的一些 也不是说中心这附近的外卖 不只是外卖 就是连饭 就没什么胃口了 就是 谢谢影光棒 可能过两年就好 出门吃我现在也不想吃 我想不想出门 谢谢圣诞树 感觉很烦 就不想出去 而且又冷 我在这都吃了八年了 这边的外卖 我真的吃腻了 更别说什么饭啊菜了 我昨天还吃水饺吧 昨天 吃了两个 不是说食堂不好吃 就是不想吃呀 就 就跟家里 其实他跟家里他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饭吧菜 但是我就是不是很想吃而已 我本来也不太爱吃水饺 但是我突然就想吃一下 谢谢巧克力 远一点的 远一点的也 买不了啥吧 买不到 这边做也不好做 我也不想做 就行 谢谢影光棒 谢谢圣诞卡 我不会做饭 但如果我真的很饿的话 我会煮泡面吃 谢谢影光棒 谢谢圣诞卡 如果我真的很饿的话 可以点外卖 真的 真不会做饭 我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 洗衣服还是会洗的 现在都洗衣机也不用怎么洗 谢谢影光棒 我同学还给我 发了他 他曾经也不会做饭 他说他这辈子都不会做 结果他结了婚之后 做了饭 然后给我发发给我看 像我炫耀 像我炫耀 我看了他那个菜吧 我也没啥胃口 说实话 对我还要讲个很高级 不是很高级 谢谢夜店 讲个很无语的事情 我同学吧 他已经结婚了 有一年一年还是两年了 我也不知道他结婚期 一年多吧 是吧 有人知道吧 我不知道 忘了 两年啊 不重要 这不重要对吧 结婚很长时间嘛 然后他那天突然 给我发了个微信 给我发了个微信 他说我要对他 我要对他负责 对差不多那个意思吧 我也忘了 完成那微信 他说 他说是什么来着 说我要当干妈妈了 什么东西 我说关我啥 是他说说我要照顾他 我说和我有关系吗 这玩意儿 真的 然后我就发了个问号 我说 和我 这又不是对吧 和我有什么关系 吓死我了 真的可吓死我了 最主要他让我要照顾他 我心里想 为什么要我照顾他呢 真的是 哎 太可怕了 他发的那几段话 真的很可怕 真的 我跟你讲你找错人啊 对 那我是得要想想等他 我要给他准备什么礼物 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告诉我 是意思要让我给他 要准备礼物了 太搞笑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得问一下我妈 该送啥到时候 谢谢云光芳 最主要他给我讲的时候 那几句话真的好吓人呢 我以为我干嘛了呢 也没有好久不联系 只不过我最近 他每次找我的时候 我都在排练 他也知道我挺忙 然后最主要我后面跟他说 我说那我们还能去迪士尼玩吗 我跟他是这么讲 我的脑袋里面只想着玩 我说那我们还能去迪士尼玩 我说你这样应该不太好玩吧 我说好的不是说要穿闺蜜装 去迪士尼去玩的吗 这应该不 我觉得还是不要带小孩去 别到时候他 就是 我觉得他应该是搞定 我也不知道他也能不能搞 反正我是搞不定 对应该很痛苦 对这和尾有什么关系呢 最主要他可以不带 他一定要带着去 就是带着去他可以自己找 对吧这和尾也没有关系 这我要玩的话我肯定是找他单独玩 想的太久了到时候再说吧 最主要吧他让我照顾他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要怎么照顾 对我还想跟他一起去吃那个什么来着的 割老关啥呢 感觉好像他应该也不能吃什么玩意 我也不知道不懂 那我可以把我的那些 我以前存的芭比娃娃给他 终于有地方放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就好像和我也没有关系 再说吧 主要他那一天跟我讲的时候 很搞笑 都要这么久才不能出去玩 算了 谢谢圣诞树 早知道之前就先跟他先去迪士尼玩一玩 然后过两年再见 然后过两年再见 是 排练一直都 这一个月一直都 谁要在迪士尼散步 那还是算了 谢谢荧光棒 也是 还是别问比较好 谢谢荧光棒 什么东西你们在说什么 为什么我这个麻鼠里面的麻鼠 感觉像已经碎掉了 寝于两小时内饮用 那我已经过了好长时间 现在就是六点钟买的 现在几点 现在是十一点半 酒的味道 没有什么酒的味道我觉得 他说只是含了微 就一点点 不凉我买的是温的 我能喝酒 但我喝了就是上凉 就我六点六七点的时候我就喝了 现在要上凉早上凉了 这个算啥 对啊上脸上脸然后就想睡觉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 有喝 有喝就是那种梅酒吧 那种梅子的 那种梅子的 像饮料一样 结果大家喝的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喝了就会上脸 然后就脸就 很红 那个还不算什么那一张 我就是说是真的很红 是真的就是连脖子都红了呢 真的还蛮可怕的 感觉就是好像要去医院的那种 可能 谢谢荧光棒 然后我就要 头很重感觉想要睡觉 但是说实话 你真躺上去也不一定也能睡得着 谢谢荧光棒 对那叫过敏 那不叫醉 对吧 那叫过敏 所以吧 千万别让我喝酒 上次和默默有闻 那个不是 那个应该不是吧 我不记得了 什么叫喝多了会胡来吗 你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会 会那种就是狂笑吗 还是发疯 谢谢圣诞帽 还是打人 还是打架 打东西 摔东西 谢谢圣诞帽 打醉群呢 谢谢荧光棒 翻跟头那不太 我不会喝醉 但是就是 上脸 就是这样 然后就睡觉了 没了 好 长洲有年糕吗 哪里都有年糕 为什么会没有年糕 啥呀 打问号是什么 说了啥 说了啥 我刚说了啥呢 我也不知道 对啊 对啊 我不会醉啊 我只是上脸啊 然后想睡觉 我没说坏话 我没说我随于倒立的 真的是 对啊我觉得我没有醉 你不知道那醉是什么样子 对吗 反正我不是这样的 我真不会 因为我还没喝那么多 真的 不至于 你在酬些什么的 至于要喝吗 对吧 我喝只是为了想试一试 我行不行 我发现我不能喝酒 我还是会酒精过敏 算了还是不喝了 不然要进医院 对思思之前是这么说的 一些情况 因为我在跟他去 大阪时候 喝的那个梅子 饮料 里面有酒精 喝了那半杯 然后脸就红了 白羊座喝醉了 会给别人打电话 不会吧 我没有 可能我没醉 谢谢玫瑰花 对啊看人吧 我觉得不会吧 真的要醉的话 也不是那个样子吧 和新作也没有关系 喝醉了会讲英语 我没喝醉 我也不会讲英语 喝醉了 那是讲的是鸟语吧 你普通话都讲不联系了呢 还讲英语 对只会睡睡觉 小鱼种呢 小鱼种呢 嚇人 反正 真不值 你只是感觉 喝了会 话多 但 我也不知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还有喝醉了会倒立的 那就说明他 没醉的时候 也很会倒立 不然这喝醉 还会倒立 你这个绳子都不太清楚吧 这样都能倒立 蛮厉害的 平衡感很好 对 捂出来一道 建议的皇冠 我肯定不会像你那种师傅娘喝醉了 还跳快乐崇拜 真的是很吓人 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哎呦我的刘海太长了 我顶多喝多了 我不会喝多 首先 就不成立 这个事情 真的 这个事情就没有 没有过 我冲了 你冲 对啊 这个事情就不成立 我就没有 还找人灌醉 谁能灌醉 我 首先 没有人 口口一的酒量都比我好 就不说了 为什么要灌醉啊 首先为什么要灌醉 对吧 谢谢奶茶 我说的酒量好呢 就是说他喝了两口 他不会像我这样上脸 懂吗 我的 我说的酒量好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真的是在喝什么东西 而且都是喝的梅子酒 饮料 那种属于 我不能跟明 我不能跟默默拼酒 我只能跟默默拼身高 而且 而且 而且吧 对他们都不会硬逼着我喝的 对他们知道我酒精过敏 不能随便乱喝之外 只能稍微喝一点 意思一下 就够了 你看到时候 哎上脸那要进医院的 好吗 很严重的 对我之前在海口的时候 我不是发烧吗 我不是进医院了吗 去急诊里面还待了一晚上 那边上有一个男同胞 一个小朋友吧 应该是 喝多了 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进医院 喝多了反正 进医院 然后他朋友送他去 然后过了一会 他也不是小朋友 就是大概是 应该也上大学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 那肯定对我来说 那小朋友 然后 他同学 还是他朋友带他去的 带他去 然后过一会儿 他爸爸妈妈来了 他妈妈就 在急诊室里面 狂骂他 真的是在那里狂骂 一直在那里骂 可是骂就骂了 骂了还要问问我 你怎么了 我说我发烧了 我说我好像 有点 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时候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什么未出血 其实不是未出血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干嘛 反正就这样 我是闲 太吵了 晚上 因为还蛮晚的 对 他们觉得 对里面医生觉得 我喝多了 说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从来不喝酒 真的觉得 真的每一个医生都问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 我先想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喝 会喝酒的人 可能他觉得我这个样子像 好像是挺能喝的 但我完全就不能喝 是真的 因为我 我当时是未出问题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是 我自己是觉得 是未出问题 然后他就会问我 医生就会问我 结果 不是 谢谢影光帽 他不觉得我小小年纪 他一看我29了 我说我连一口酒都没喝 他说我喝多了 真的是绝了 谢谢 圣诞卡 什么琴 谢谢圣诞帽 对我那天脸是很红 因为我发烧了 你发烧脸不红吗 而且我还打了消炎针 我忘记也是什么了 反正在急诊室待了一晚上 而且不允许陪同 那时候我们十几个人 在海口只有一个助理 助理也不可能跟着我 我一个人在急诊室里面 待了一晚上 崩溃 谢谢玫瑰花第二天就想走人 而且都没有 没睡好 因为急诊室很吵 其实 因为一直会有人 对还有人吐血 哇真的 我在急诊室待那一晚上 有一个人在那里吐血 真的是吓死我了 我以为干嘛 而且我还经过 那个最恐怖的急诊室 谢谢影光帽 因为当时不是有疫情吗 还是什么的 然后说一定要去什么 一级什么急诊室 那种急诊室 什么检测什么仪器啊 什么那种东西 然后一定要说要先待在那里面 然后我进去之后 我发现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能走 我啥都好 我就只不过就是觉得 我好像不太舒服 然后我真的一个人进去 然后他还要让我坐在那个床上 自己找个床 因为没有床 然后好不容易找一个床过去 然后还有人问我 什么你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棚啊 还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说我不需要 啊被子 我真的不知道要干嘛 然后而且里面的医生很紧急 就是每走路 很快 就不像我们看的那种急诊 急诊室 而且比那急诊室还要恐怖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扔到那里面去 结果我进去了之后 然后有一个医生 后面终于有一个医生来跟我说话了 我在那里很尴尬 因为边上 说实话年纪都挺大的 那几个 这一堆人 而且就是感觉就 每个人身上都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感觉那是在抢救室 是很可怕 然后我进去就 有点吓人 而且都没有人陪我一个人 在那边 之后医生过来 然后问了我 我跟他讲 我说我不至于在这儿吧 然后 他看了看我 然后又 问了一下其他东西 然后 就把我放到普通的急诊室去了 母语 对那应该就是急诊 ICU 进去了之后 就是 其他人都不能进去 里面全是护士和医生 每个人都是急急忙忙的那种 对 然后出来之后 我必须得出来 真的是 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 我不需要在那里面 我觉得我不至于这样 对 然后就出来去那个普通急诊室 那边就很正常 大家就是 冰坦坦的 在那边 谢谢玫瑰花 对 然后之后 对他就是因为不清楚 我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是觉得就 以最坏的打算那样吧 谢谢 巧克力 对 然后我在普通急诊室 里面有一个人吧 我不知道是男女的 也不知道咋的 他就吐血了 是真的吐血了 哇 好恐怖 虽然我看不到 因为他在我背后的背后 很吓人 以为咋的了 真的是吐血了 我也不太清楚呀 然后医生就说 后面医生说 没事 吐掉了就好了 就是要吐掉 谢谢银光宝 真的很恐怖 然后对 然后之后还有 就是吐完之后 那人吐完之后呢 可能边上的护士 有点紧张 或是什么吧 然后就 给就是 还有另外的人 在书页吧 可能不小心就是拿错那个 书页的那个包 也不知道是要不要紧 反正都是消炎的嘛 可能 然后 挂错了给那个老太太 然后那老太太后面 也不是老太太 就是那个大妈 阿姨 她看了一下 她自己 她自己也留心一下 然后 留心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说 就说这个是不是给她弄错了 说这个不是她的 什么什么什么的 就是 很恐 就是她 她 她的叫声很恐怖 应该很大 然后后面发现 是对的 只不过那 阿姨呢可能 刚刚可能也被别人吐血 就是吓了一下 然后 那个 我也不太懂 反正 因为我睡不着 你说都这么吵了 你觉得你还能睡得着吗 嗯 对阿姨很慌 对是要对名字 每次就是我去 我身边的时候 她问个好几遍 对名字 那个时候我还躺在床上 我不知道啥情况 我也不知道 等待第二天别人 说让我做胃镜 然后说 说约不到 说海口的话 要 普通约 要一个月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是普通 还不普通 我也不知道 然后 我说我不做 这一个月 得到啥时候 对阿这是急诊 我不太懂 反正我在那跑了好几趟 而且还不是 一开始是我和助理去的 后面呢 是剧组的人带我去的 反正就怎么的 反正我也搞不懂 到底要干嘛 之后呢我就请假 好不容易请好了假 好不容易请了个假 我自己回来 回来个两天 然后 就是回来的当天去医院 去看了医生 然后过了一天还是两天 就是做了胃镜 对 对他有点夸张 我觉得最多 就等一个星期 我还是可以等 一个月是有点 而且说实话 一个星期我也等不及 那时候是的确 有点难受 不是为延爱 其实那就是长流了 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以为是胃病啊 然后很多人还说我 说我什么 哎什么 什么不吃啊 什么什么熬夜 什么什么的 其实我的胃没啥问题 是我吃坏了 吃了什么东西 吃了辣的 或者又吃了这个 嗯 结果就是长流了 对你那时候查不出来 你要是能查出来 早就查出来了 但是那时候不知道是长流呀 你不可能去查 去去那个就是去检查这个 对吧 我只是那个什么 我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的位置检查出什么什么 就普通的 就很正常 我的胃很 很干净 我的胃 我的胃 就啥都没 就里面就是很好 完好无损 对 对前表性胃炎 那不是大家都说都差不多 大家都这样 而且我不吃东西 我基本上 也不是说我不吃东西 都 不会痛 就很少会胃疼 除非是喝了太冰的东西 或者是辣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不怎么吃很冰很辣的东西 这样就行了 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 就不能吃很刺激的东西 你知道不刺激到他就没问题 蒜也不能吃 反正我不喜欢吃 不排量 谢谢天安果 蒜蓉 蒜蓉还是喜欢吃 要看放哪个上面 你要我直接吃蒜的话 那有点不太 谢谢 谢谢鸣蓉 我要下剥了 对 等下剥了 我要卸妆 糖蒜 糖蒜我也知道好吃 完蛋了 被我 皮给剥下来了 好痛啊 拜拜 我去拿个什么东西擦一下